请各位在做101的那一题之前 先做一下这个问题04 因为这一题比较简单 104那也比较困难 那基本上我们第一个 你把这一题打开之后的话 它这个逻辑比较简单 123月 其实它未来不止123月来 可能还有更多更多 可是我们需求很简单 就是一键按下去 1到3月 第一季就全部合并了 OK 那合并到哪里呢 合并到这里 这样逻辑应该很简单吧 只是说以往的做法 你可能就是Ctrl-C Ctrl-V Ctrl-C Ctrl-V 但如果你要避免这种复制贴上 重复的动作的话 那当然怎么做呢 我先demo一下 当然最基本的方法就按下它 它全部合并了 那1月的2月的3月 全部都合并到这边来了 那只是说呢 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比较快完成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头绪的话 可能就是怎么样 因为你想说反正你做的动作都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1月一样也是复制贴过去 2月也是复制贴过去 3月也是复制贴过去 差别就是说你必须跑个回圈 第一个是指第一个工作标 第二个指第二个工作标 第三个指第三个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但如果完全没有头绪的话 你可以先用录制聚齐 录制聚齐的话 你就是方法就是游标先放在A2 然后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不特别注意 录制聚齐还有诀窍 你千万不要用什么 用这样选的 因为这样选的话 他没有办法追踪到最下面一列的位 Ctrl-Shift向右向下的话 Ctrl-Shift向右向下的话 他Ctrl-Shift向右他就会追踪到最右 所以以后你会增加蓝 他一样会追踪到 Ctrl-Shift向下他最下面 如果有列增加或减少 他一样会追踪到 OK 但如果你用这样选的 很抱歉 你固定到哪里就是到哪里 所以最大的差别在 建议录制聚集 一定要懂得用快速键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人 不懂得用快速键 录下来的聚集 也是不能用的 OK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 你要去思考说 但完全不会写VBA乘胜 但我们先用 比较基本的方法来讲 那之后的话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但有了 我们慢慢再把它 做的更美化一些些 我们从比较基本开始 所以第一个 我思考我的动作一定是什么 游标要放A2 所以你可以录制聚集之前先彩排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对不对 然后一样是Ctrl-C 对不对 那Ctrl-C之后 所以你要记得要步骤 所以1 2 3月前面步骤都一样 贴上的步骤也是一样 所以切到第一季的话 其实切过去第一季的话 他会帮你录 一行程叫迅齿刮壶 然后双引号第一季 去电slate 切过来 那游标一定是放在A2 Ctrl-Shift Ctrl-V贴上 那其实这边会最大的问题是说 你第一月 1月贴 A2 OK 可是问题你2月不能也是A2 如果你A2的话再贴 2月盖过去1月了 然后3月贴 2月也不见 最后只剩1月 所以这一题最难的就是说 你要怎么知道 怎么样让他可以 比如说你贴1月的时候 是从A2开始 那2月的话应该是什么 Ctrl-向下 有没有 然后呢再往下 一个储存格 OK 然后再贴 然后在下面一样 3月的话Ctrl-向下 然后在下面一个储存格 再贴 OK 那基本上 我们就是可以把刚刚的程式录下来之后 再做修改 所以基本上我录完的程式 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云端上其实也有了 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动作云端上也有 这个是我在云端上把它直接贴过来 那给各位大家看一下 那所以你们待会也可以先试 试着把1到8 OK 动作大概做一下 其实呢我们只有把1到7 录制聚集的话 1到7是录的 那只是说呢 你如果向下一列的话 那这个第8的话是自己补上一行 所以你可能呢 以后如果你要在那个什么 录制聚集要修改的话 你可能还要多学第8行 也就是说怎么样让你的程式呢 可以再往下一列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当你的储存格 所以储存格的话 特别重要 你如果要指向你的储存格的话 其实有一个习惯用的物件 sale有没有 我们之前用sales 那如果你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你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如果你在VBA里面叙述的话呢 它就叫active sale 你会发现没有s 你不能说active sales 不可能有 s是负数 也就是说你现在游标只会停在其中一个储存格 然后呢 如果你要拉往下的话 就是点什么 你会发现active sale 它里面也有它的那个方法 向下一列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记得叫offset offset之前好像函数里面也有 其实offset的很多地方都会 就会用到这个名称 就是你要什么偏移 像offset里面有个指引叫offset 也是让你往外或往内 那意思是移动的意思 在你的这个地方移动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动作就刮虎 刮虎有没有 你会发现前面有个牵刮 刮虎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移动的是几列 有没有 那基本上我们是 如果向下是正 向上是负 所以如果我要向下一列的话 那就是一 如果我蓝的话不移动 我就零就好了 可是未来如果你要向右移动 一蓝的话 那你就是这边要给一 如果向左的话就负了 OK 懂意思吗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实在是 想要写一行程式 可以让你的程式 从哪个储存格的位置 自动马上移到到另外的位置的话 你记得用Offset就可以了 这张还蛮好用的 然后刮虎之后呢 多一个方法叫 游标放上去叫Slide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怎么样 帮我 除了向下 因为上面这些都是录的都会产生 1到7都录制的 那8的话这个没办法录制 所以我就直接自己写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 就是第8行 第8个要记 那你会想说 那之后的话 如果我今天 假设1到8都已经写完了 那当然呢 将来我要怎么样 我要能够跑回圈嘛 1 2 3 做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呢 我就怎么样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在外面包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呢 之前我们写的都是 从一个工作表哪一列到哪一列 不过这里不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而是哪一个工作表 到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 这个工作表 它的顺序第一个还是1 所以你会for i 等于 for i 等于1 到 3 对不对 不过我这边有一个写法 就是说 如果未来你这个数字 跟那个列也是一样 如果会变动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 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减掉一个就好了 可能它又多一个月 4月 多一个月 5月 对不对 那总表一定是 就是最后那一个 不算 那你的叙述的话 就要学一个叫 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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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词物件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 属性 叫做 count 许词 许词点 count 意思是说呢 那你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反正它里面有四个 它回传就四个 但是我要把 最后一个不算的话 你就简易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 再把游标 打一个net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帮我 跳 就是就OK了 清楚的话 我们把它清掉 其实实际上 如果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测试应该是OK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如果直接按下去 再检4 检4 检4 那这不会跑 打错了 OK 那检4的话 4检4就零 所以它就不会跑 OK 好 所以 理论它4检1的话 就跑123 那你会不会按下去 好吧 直接按这边好了 我做按钮 按下去 位置跑掉了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游标在这里 所以 还有一点 你要注意一下 预设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记得 如果你等一下 那个写完之后 发生问题的话 还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游标 要预设让它先停在这里 好 OK不然的话 刚刚 除非说我游标先放这里 然后按下去 这样会不会对 这样应该就对了 有没有 可是问题啊 你如果忘记放就跑到别的地方 所以怎么样 这也是之前同学常遇到的问题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不如就是在开头的地方 先跟他讲说 你游标先帮我放在A2这个储存格里面 当成是预设的位置 所以游标放那边就是Range A2.16层 其实录制剧集也会写这一行 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确保你游标一定会在这里 那另外我其实我云单上的程式 还会多写一个 因为怕说将来你执行的时候 你忘记是第一季 结果你忘了切过来 跑也会失误 也会错误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怎么 游标先放在第一季 所以你可以再打一个什么 游标先放在第一季的话 那就刚发说 你先帮我放在许次 哪一个啊 你可以打一个4 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 打这边有一个 可以打什么 打第一季也可以 就是两种叙述方法 你可以跟他讲说第几个 也可以跟他讲说哪一个 OK 然后slate 一样是把它slate 所以呢 即便你将来 忘记说把游标放第一季 你就去执行的话 他也会怎么样 切到第一季 再停在A2 这样的话保险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同学忘了做这件事 东西都乱跑了 OK 那其他的话 就是把这些动作 因为他就会直接 跑掉 第一期A2先放上去 然后切到第一页 Ctrl 去向右向下 复制 切回第一季 切上 对 然后Ctrl 向下 然后再向下一列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他就这个地方会多一个 切到第几个工作表 不过录制的话好像不是这样写 我这边是把它改一个 第几个工作表 第I个 所以如果I等于2的话 切到第二工作表 一样什么复制 在复制过之后的话 贴 向下 追踪 Ctrl 向下 然后再Offset 在Nest 这样OK 所以基本上 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他就全部放上合并 但是他有个缺点 其实最后你做完之后 还要再更贴心 因为理论上 因为他贴贴贴贴 都会在最下面 理论上我们是 通常还会再把它移到最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更贴心一点的话 你导步 在这个最下面 你游标 再回到A2或A1也可以 如果你要再更贴心一点 就是让他游标再跳上来 这样你就不用贴完之后 每次还要再自己把它卷上去 因为有时候程式是 可以顾虑的 其实层面还蛮多的 这个是陆陆续把它加上去 OK 但是这个地方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毕竟这个是录制下来的 然后再修改 如果说我今天不要录制 我今天用了什么 用Range的那个方式 就我们刚刚有 我们刚刚前面那一题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 不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好 我干脆我自动去知道那个范围 然后我用什么 点Copy的方法 有没有 然后Copy到哪一个工作表 就是第一季的工作表的哪个位置 不过其实还是要知道说 目前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所以其实最下面一列就最关键 如果那个地方OK的话 那其他 所以程式应该不多 甚至比这个少非常多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这个程式的话呢 云端上都有 你可以直接到那个 第三第四个单元里面的程式码 切过来的话 这边就有了 就这两段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